今年平夕天灯节压轴的十分场次将在本周六登场 特别制作了高达8公尺的妈祖天灯做释放 祈求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而今天金同社区与十分公托中心 也分别举办了拆灯米与做草莓麻吉大福的活动 让长辈们过过年节气氛 同时也做好防疫措施,展开年后的社区活动 云霄节对于平夕是相当重要的节日 天灯节十分场次也将在2月8号这周六 下午5点半在十分广场举行 天灯老师胡明树同时是承安公主委 这次打造了三层楼高的妈祖天灯 希望带来神明的保佑 今年这个天灯我们特地画了一个妈祖的神像在上面 这个天灯,整个是天灯骂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完成 今年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妈祖天灯能够保佑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然后武汉肺炎赶快结束 而十分公托则选择在元宵节前一天 除了做好消毒戴口罩 还与长辈们做盛产的草莓大福 老人家第一次认识像麻吉的日本大福 红通通饱满的内线让大家感到喜气 元宵在平夕是一个大节庆 就是叫天灯节嘛 但我们想尝试呢 做一点跟天灯没有关系的 那最近呢因为有武汉肺炎的疫情 所以我们利用做大福这一件事情 让大家吃的安心,福治心灵 哎呀,你以前感觉做过这种? 没有 那这次第一次吗? 第一次 你的心情感觉如何? 很好,很欢迎 很欢迎 像我们大福里面包草莓 草莓我们刚才有说 草莓就是象征我们的热情和好心 还包一个红豆线,我们都红色的 在这儿是说过年大家喜气洋洋红色 而金农社区则是设计有趣的元宵餐米活动 让长辈人人有奖 社区从今天开始共餐 也准备好消毒酒精与口罩 防疫资源充足 今天是2月7号 社区已经开始运作 那今天我们社区有办元宵学 拆拆拆米的活动 每个老人都玩得非常愉快 我们这里口罩、酒精各方面 都准备充足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明天就是元宵节 那我们平溪这边呢 有一些社区也开始 转升我们今年度的活动 因为现在有疫情 我们也一直劝告长辈要注意 他的卫生 要戴口罩、要勤洗手 因为我们平溪这边 有很多外地来的观光客 所以我们也加强跟长辈说明这一块 年后平溪各社区活动即将展开 今天公所特地前来向社区长辈宣导 口罩正确戴法与防疫尝试 毕竟平溪属于观光区 做好防护可避免群聚感染 也提醒平溪区民众 搭火车尽量戴上口罩 做好自身防疫 记者张浩文匹西采访霸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me can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好 Ecstasy 订阅 这一块钱左右